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图像和声音是怎样编码的 也能够计算出它们的存储数据量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信息 尤其是图像和声音等多媒体信息 经数字化转换后 生成的数据量较大 有没有办法 可以让它们更少地占用存储空间 更快地传输数据呢 就请同学们跟随老师 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小雅 谢谢你昨天把电子书的素材资料发给我 不客气 我本来是想直接通过社交软件发给你的 结果发现超过限制大小 后来我想通过网盘 上传又要花很多时间 那你怎么处理的呀 我开始想减少图像分辨率 或者减短音频的时间长度 可是这样文件的质量就降低了 所以后来我去求助了老师 老师教我用软件对文件进行了压缩 在上传网盘的时候 速度就快多了 听你这么一说 我对压缩真是充满了好奇 我们去问问老师压缩是怎么回事吧 好的 信息压缩的目的是使文件更少地占用存储空间 和更大的缩短传输时间 以便更快地传输 老师 信息为什么能压缩呢 小达 我们可以一起玩一个数据传输游戏 好呀 小达 如果现在要求你告诉小雅 这个文件的内容 你会怎样告诉她呢 我会告诉她这个文件里 有一个A 三个F 五个C 七个E 你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 而不是按照内容 逐个将字符告诉她呢 因为文件内容里 有很多连续的重复的字符 我用这种方法 速度又快又不容易出错 确实如此 像这种重复的 还有可忽略的 不影响最终信息完整表达的信息 我们称为冗余信息 而信息之所以可以压缩 就是因为数据中包含了很多冗余信息 所以 信息压缩就是在不损失有用信息的前提下 按照一定的编码规则 对数据进行重新组织 以去除数据冗余 老师 我还是不太明白 您能再举个例子帮助我理解吗 当然可以 在我们的课本里 有这样一首古诗 江南 小达 如果要对这首诗 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文字进行压缩 你会从哪里入手 我发现于系连页这四个字 被重复了五遍 所以是不是可以设定规则 将后面相同的部分用前面的表示 你的想法很好 这样 经过重新编码的股诗 数据量要比原来小 按照这种方法 对文字信息进行压缩 还可以还原成和原来一样的数据 老师 文字的压缩我大概了解了 那其他信息的压缩呢 很多信息 尤其是图像和音视频等多媒体信息 经数字化转换后生成的数据量较大 就包含了很多冗余信息 例如一幅图像中的蓝天 其中很多像素信息就是相同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一下图像的压缩编码实验 如图所示 这是一幅分辨率为16乘16 用四为二进制数表示一个像素的 BMP格式位图 哪位同学能来说一下 它的存储数据量是多少 老师 我可以 分辨率为16乘16 说明一共有16乘16个像素 每个像素用四为二进制数表示 因此整幅图像的存储数据量就是16乘16乘4除以8等于128字节 计算正确 请你继续观察一下图像第一行的颜色分布 想一想有什么特点 老师 第一行颜色相同 全是灰色的 你说的没错 那么图像的第一行 正常情况下的数据量是多少呢 就是16乘1乘4除以8等于8个字节 小雅 这种计算方法 其实是对每个像素进行单独计算 你回忆一下前面玩的数据传输游戏 能不能对重复的像素颜色进行重新编码 以减少数据量呢 老师 我可不可以把第一行就表示为16个灰色呢 可以 我们可以设定这样一个规则 以行为单位 用颜色加连续出现次数来表示 按照这个规则 第一行就可以表示为灰16 老师 那要用几位二进制数表示灰16呢 原来每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 现在仍旧不变 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 就是用几位二进制数表示连续出现次数 小雅 你能说明一下这幅图像中 颜色连续出现次数的范围吗 好的 我看一下 应该最少一次 最多16次 我知道了 根据我们前面学过的内容 四位二进制数最多可以表示2的四次方16种情况 所以连续出现次数 也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 所以第一行 灰16 只需用八位二进制数表示 集一个字节 这样 确实比原来八个字节的数据量减少了 你解释得很清楚 按照这样的规则 第二行就可以表示成 灰1 蓝14 灰1 需要用三个字节表示 第三行可以表示成 灰1 蓝1 黑6 白6 蓝1 灰1 需要用六个字节表示 依此类推 就完成了对这幅图像的重新编码 存储数据量也从原来的128字节 减少到了81字节 老师 我发现有三行图像的数据量 反而超过原始的8字节了 你看得真仔细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进一步减少数据量呢 老师 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你说说看 我觉得影响这三行图像数据量的原因 主要是颜色数量偏多 其实这些颜色中 大红和浅红颜色非常接近 能不能用大红替代浅红 表示相应的像素颜色呢 你提出了一个新规则 我们可以试一下 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颜色替换 这三行的数据量就都减少到了8字节 不过 经过这样的压缩 很明显会损失一定的信息 也没有办法还原到与压缩前完全一致 不过 这点小小的差异 不会导致人们对原始数据表达的信息产生误解 所以 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 小达 通过前面的例子 你是不是对什么是压缩了解的比较清楚了呢 是的 老师 现在我知道 信息能压缩是因为存在冗余信息 要对信息进行压缩 实际就是要对数据进行重新编码 去除冗余 老师 有哪些压缩方法呢 常用的压缩方法 分为无损压缩和有准压缩 无损压缩是指对压缩后的数据进行还原 还原后的数据和原来的数据完全相同 有损压缩是指压缩过程中会损失一定的信息 压缩后的数据无法还原成原始数据 老师 用WIN RAR软件对文件进行压缩 是无损压缩还是有损压缩呢 小雅 我们来实验探究一下吧 好的 老师 我们先选中需要压缩的文件 然后在右键菜单中 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压缩命令完成操作 老师 我发现了一组奇怪的数据对比 怎么了 老师 你看 原来两个Word文档 文件大小是一样的 都是40千字节 为什么压缩后 文件大小就有差异了呢 小达 你对数据很敏感呀 要知道原因 你不妨打开原始文件查看一下 哦 老师 我知道了 虽然10.doc不计空格有12920个字符 但是这些字符的内容是相同的 都是1 而三国演义第一回点doc 尽管字符更少 但字符内容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10.doc文件中重复的内容更多 也就是它的冗余信息更多 因此重新编码去除掉冗余信息后 10.doc的文件就更小 回答正确 重复的内容越多 冗余信息就越多 就越容易压缩 使用VR软件对选中的文件进行压缩 压缩后生成的文件成为压缩包 压缩包中的数据必须用压缩软件还原 即恢复到原来的形式后才能使用 这个过程称为解压缩 我们同样先选中需要解压缩的压缩包文件 然后在右键菜单中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命令完成操作 小雅 你可以比较一下压缩前和解压缩后的文件 好的 老师 我发现解压缩后的文件大小和数据 与原来的完全相同 所以 这是一种无损压缩 对吗 你的判断正确 对于一些程序数据和文档数据而言 只能采用无损压缩 以确保数据的准确 否则 一旦还原的数据有误 就无法使用了 老师 我遇到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老师 这次三国演绎电子书项目我们申请了一个课题 现在我需要把一些图片 声音和视频文件上传到校园网平台 可是我发现上传的文件都有大小限制 比如图片的大小就不能超过两兆字节 我有一张BMP格式图片超过了限制 刚才我试着用WinRAR软件对这张图片进行了压缩 现在压缩包大小已经低于两到四节了 可是却提示无法上传 这是为什么呢 小达 其实原因平台已经给出了 你注意看一下提示的图片格式 哦 没有啊 AR格式 老师 那我现在先用软件将BMP格式转换为JPG格式试试看 老师 JPG格式比BMP格式的图像文件大小减小了不少 而且我好像也没发现 两幅图像有什么差异 那这是不是也是无损压缩呢 并不是这样 其实JPG是常用的静态图像文件压缩格式 它是在较小的损失图像质量的情况下 对图像文件中相同或相似的数据 进行大量压缩 使得生成的文件更小 以提高图像的网络传输速度和效率 将BMP格式转换为JPG格式的过程中 会损失一定的信息 还原后的数据肯定没有原来的精确 所以这是一种有损压缩 关于有损压缩的特点 大家还可以通过接下来的实验来继续体验一下 我们以这样一幅分辨率为512x512的24位BMP格式图像为理 先将它另存为JPG格式 再将JPG格式文件另存回24位位图格式 请大家仔细对比选中区域的像素颜色 哪位同学来说一下你的发现 老师 我发现BMP格式转换为JPG格式时 有一些像素颜色发生了改变 而且JPG格式再转换为BMP格式 像素颜色并没有还原 你说的没错 在格式转换的过程中 其实是按照一定的编码规则 对数据进行了重新组织 实现对图像的压缩 有损压缩后的数据 是无法还原成原始数据的 不过虽然图像质量有所损失 但视觉效果差别不大 如下图所示 两个BMP格式的图像文件的原始大小 都是699千字节 格式转换为JPG后 为什么大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小雅 你能来分析一下吗 好的 其实这和之前两个Word文件压缩的道理是一样的 纯色只有一种颜色 重复的内容比彩色图像多 所以重新编码去除冗余后 纯色图像的数据量就比彩色图像要小 回答正确 老师 图像从BMP格式转换为JPG格式式有损压缩 那声音 WAV格式转换成什么格式式有损压缩呢 音频常用的有损压缩格式有MP3 它同样也是采用压缩算法编码的 这种经过压缩处理的文件在还原成声音时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质量损失 只不过有些编码的算法已经非常先进 可以将压缩损失降低到非常小 使一般用户感受不出来 WAV格式转换为MP3格式 同样也是借助于软件实现的 如果不看文件大小 小雅 你能用耳朵区分出接下来播放的两种格式的声音文件 音质的区别吗 老师我不太能 这是由于人的耳目对信号的时间变化和幅度变化的感受能力都有一定的极限 因而将信号中这部分感觉不出来的地方压缩掉或者掩蔽掉 就是实现压缩的一种方式 老师 视频信息常用的有损压缩格式是什么呢 是MPEG 对视频信息而言 相邻针之间只要不切换场景 除了运动物体有少许变化外 画面上大部分像素都没有变 特别是背景 同时视频往往也有半音 所以存在大量冗余信息 往往需要压缩存储以便传播 所以MPEG就是把后续图像和前面图像中相同的部分去除 从而达到压缩的目的 借助软件 我们可以将视频从AVI格式转换为MP4格式 经过有损压缩 视频文件的大小已经大幅减少 所以 有损压缩广泛应用于图像 声音和视频文件中 这些信息的有损压缩 通常是采用软件通过格式转换来实现的 常用的有损压缩格式有 JPG是静态图像文件压缩格式 MP3是声音文件压缩格式 MPag是视频文件压缩格式 通过前面的学习 哪位同学能来判断一下 以下哪些只能适用无损压缩 哪些可以采用有损压缩 老师 我来回答 对于一些文档数据和程序数据 有损压缩是行不通的 因为一旦还原的数据有误就无法使用了 TXTDOC等文本文件 XLS电子表格文件 PPT电子演示文导文件 VB程序文件都只能适用无损压缩 BMP位图文件 WAV音频文件和AVI视频文件 这类多媒体数据 损失一些冗余信息 并不会影响视听效果 所以通常可以采用有损压缩 回答正确 所以我们在对信息进行压缩的时候 一定注意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适用的情况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阶段 存储介质容量非常有限 为了在有限的容量中 存放更多的数据 信息压缩技术应运而生 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大量使用着信息压缩技术 比如通过英特网下载文件 通过邮件传送文件 通过应用发送语音 在网上观看流逝媒体 使用备份程序 以及卫星电视信号传输等 都可能要用到或者接触到信息压缩 今天这节课 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对什么是信息压缩 信息为什么能压缩 有了更深的认识 通过对比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的一同 能够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压缩方法 对信息进行压缩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完成思考与讨论吧 同学们 信息压缩无处不在 每个文档 每个图像 每首歌 每个视频 每个程序下载 甚至是操作系统的每次更新 都得益于压缩 压缩的实质是一种编码 除此之外 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信息编码 等着我们去探索 非常希望你能在探索的过程中 获得学习的乐趣 第二单元 信息编码实力的学习 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学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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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